我在创造于2020新兴应面的黄桃锅巴肉 今天要来做作业了 快一起跟我看看吧 要准备的有 葱 姜 蒜 胡萝卜 香菜 又有黄桃罐头 现在我们要切配菜 葱切成蒜 蒜切成片 然后让它俩面对面 把胡萝卜切丝 但是我是自由发挥型选手 基本功比较差 所以我选用的另一种方法 让它变成丝 哇 胡萝卜丝 好均匀的胡萝卜丝 我是不是在女排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了 好像感觉出了赢之后 走得更远了 锅包肉 锅包肉 肉是关键 配菜都切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来切肉了 这个肉指示你来了 我爸爸说要切得稍微厚一点 为什么说要切得稍微厚一点 因为它有复炸 什么叫做复炸呢 就是我下了一遍锅之后 它还要再下一个锅 它要炸两遍 如果你切得太薄的话 它就经不起它的二次油炸 切好的肉片呢 用盐给料酒 给它做一个死泡 按摩一下 我爸说了一个特别专业的词 这叫笔口 但是我家没有料酒 它们在吃盐 얘要开吐 我妈给它吃盐 但是它是在这个糖尿 都不会吃盐 它们买不让它 它们都不会吃盐 然后把汤拿着 然后在这个糖尿 然后在这种糖尿 鸡肉 劲儿太小了 腌不起来 太好了 好了 就这样了 黄桃锅包肉就做好了 试吃一下 一块黄桃 非常一块锅包肉 太绝了 有锅包肉过来 这个锅包肉太绝了 你知道吗 这个温柔的黄桃配上酥脆的锅包肉 这个感觉就太有层次了 而且酸甜的口感就 煮平了 就把这个油炸里脊的油腻感一下子 就给中和掉了 一口一口 让你爱不试试 一片一片让你泪流满面 太好吃了 我的死路口要改一下子 我应该是 催闻美秀 努力奋斗 带你去吃锅包肉 我记得 宋代的著名女子人 曾经这么称赞过锅包肉 连卷西风 人比黄滑瘦 游记锅包肉